老师好 好,小朋友们好,请坐 上节课我们认识了一位课书的朋友 胡宫英 我们一起来写一下他的名字好不好 好 拿出你们的小手 跟老师一起写 好,你们喜欢胡宫英吗? 喜欢 他们就用喜欢的语气 来写一下课题 八 八 胡宫英 好,清楚了你们的喜欢 秋天到了,胡宫英的花站过了 在他的花上长了许多洁白的龙球 一阵阵风吹过 这些可爱的龙球 就变成了几十个小降落伞 在南迁白鱼下随风飘荡 想看一下他们这些小降落伞随风飘荡的样子吗?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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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都非常仔细 如果老师让你用一个词 来赞美一下不过音 你想用哪个词 会的小妖精举手 好 我告诉你 十分美丽 十分美丽 还有呢 赞美一下 有点 特别 特别 你看不过一个容器 我是什么意思的 白 有哪个词啊 洁白 对啊 洁白 还有吗 可爱 可爱 对了 很好 我告诉你 雪白 雪白 他们在空中飞着圣书的时候约束啊 有 那么有这个四个字的词语叫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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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店我们头到咱们的词语真多 那么我们看一下 词文是怎样在美欧宫音的呢 好 谁来词一下 好 你摸起来 欧宫音的花玩坐楼 花桌上长出了洁白的龙球 一阵阵风起过 那些 那可爱的龙球就变成了几十个小酱肉仔 在南边白云下随风不良了 嗯 随风挑战 这几个字不得好 老师清楚了你的喜欢 还使用你来试一试 试一试 有呀 在南边白云下随风飘荡 嗯 好 做一下 洁白 可爱 随风飘荡 这几个词啊 对他读的非常的好 老师清楚你非常的喜欢 胡宫音 还使用你来试一试 快点快 胡宫音的花瓣 花桌上长出了几百个龙球 一阵阵风吹过 那可爱的龙球就变成了几十个小酱肉 在南边白云下随风挑战 嗯 读的非常的流利 再来课前 你是花的功夫读课文的 好 那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好吗 好 好 胡宫音的花瓣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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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瓣长长出了解爱的龙球 一阵阵风吹过 那可爱的龙球就变成了几十个小酱肉伞 带着天台云下随风挑战 嗯 就这样 这些小酱肉伞跟着东婆婆进行了他们的长途旅行 一年以后他们选择了在哪里安家 现在又过得怎么样了呢 现在 请同学们带着这两个问题 读课文的第四字来吧 然后告诉老师 开始 自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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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完了吗? 误完了! 试试试试,这些小教育伞都落在哪里? 读完了! 读完了! 沙玻璃! 读完了! 沙玻璃! 沙玻璃! 那沙玻璃的种子怎么样了? 它们沙玻璃的种子怎么样? 读完了,海蚌璃的种子在这第一条片, 小种子还落在哪里? 说! 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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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的种子落在了哪里 有问题 落在了泥土里 落在泥土里的种子现在过得怎么样呢 好 牛千千 主人众长起来 他们在青春山的亚农家 镜像开放 巴拉丁装点的更加美丽 好 我们把这些小种子 安家的地点和他们最后的命运 这个话题起读一下好不好 好 好 落在沙坡里的蜈蚣种子 落在沙坡里的蜈蚣种子 早已战死 落在蜈蚣里的种子 早已淹死 落在泥土里的种子 茁壮成长起来 他们在敌战战的阳光下 镜像开放 大大地装点的更加美丽 读得非常棒 那么如果老师让你用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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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些种子的不同命运连起来 用一句话说出来 有用吗 有用吗 好 稍微思考一下 请请你们小手 好 翻转过来 有的落在沙坡里 谁有的 浮光衣有的落在沙坡里 OK 诸蚣种子 对 注意说准切 诸蚣种子 有的落在沙坡里 早已淹死 有的落在湖坡里 早已淹死 有的落在泥土里 他们组长成长 在正常的阳光下 静相开放 阿大地装点的自家美丽 嗯 说的好吗 好 好 掌声送给他 我们一起把这些种子的命运 用有的有的有的 趁起来说一下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公民兴种子 有的落在沙坡里 说 hors在沙坡里 早已淹死 有的落在湖坡里 早已淹死 些团队对 冒状他的事 风改处理 公公英种子为什么有如此不同的利益呢 这让我们回到一年前 公公英种子刚开始安家的时候 这些公公英种子随着公婆婆在天空中随光飘荡 这时她遇到了谁啊 爱的爱的公公 好 她遇到了太阳公公 太阳公公跟这些小种子说的些什么呢 好 在课文的那几字来办 三个啊 好 你们真会读书一下子就找到了 好 第二次来的谁来读一下 太阳公公跟这些公公英种子说的些什么呢 好 你们讲 太阳公公看见了亲切的祖父他们 孩子们记住也落在表面上金光闪闪的地方 那是沙漠 也不要被狱光琢琢所迷惑 那是狗狗 只有黑犹犹的狗 才是你们初生长年的地方 嗯 读得很流利 不过这里面读错了一个字 哪个字啊 花花花花花花花一起来说一下那个意思 已经花花花花 嗯 好即使 Chin Water 看来太阳光红是一位慈祥的老门 太阳光红跟小总的说话 他没有说 而是换了一个字 祖父 祖父这个词 说的意思差不多 他一般是指长辈对晚辈说话 告诉晚辈 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可以做 那么在这个话当中 太阳光红告诉小种子 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 好 太阳光红祖父这些种子 哪些地方能去啊 黑油油的泥土 黑油油的泥土地去 哪些地方不能去啊 黑油油的泥土地去 不可以去 太阳光红祖父 不会因种子 黑油的泥土 不能去 而沙漠和蚊蚊 不能去 不可以去 在平时的生活当中 有谁嘱咐过你呢 他们嘱咐你什么呢 谁都嘱咐过你 他们有嘱咐你什么呢 好 比如说 上学前 妈妈 嘱咐我什么 举手说 我去 上学路上要小心 哦 上学路上要小心 还有呢 上学前妈妈 还会说过什么 牛耳机 走在路上 现在不要趴桥边 哦 走在路上 不要趴桥边 哦 就是要注意 安全 哦 我帮你 要好好学习 下面不要走着 哦 上学前妈妈嘱咐我 上课要好好学习 不要走着 哦 妈妈还会嘱咐我什么呢 黑油你的脑脑筋 好 李嘉宁 过马路要小心 哦 妈妈嘱咐我 过马路要小心 那么 在生活当中 除了妈妈会嘱咐我 还有谁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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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一般在什么地方 上 上 那我们前面就第一说了 上 上 老师 老师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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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耳机 上课时 老师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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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非常的棒 哦,你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把老师的话牢牢记在心中 好,班长官 上课时,老师祝福 不要把字写 哦,不要把字写 要把字写 就,是不是啊 好,坐下 那上课时老师还祝福什么呢 好,留言 上课时老师祝福 在下面不要做小动作 嗯,好,非常的棒 这节课我们小朋友都做得非常的棒 看来都 把老师的祝福记在心头了 没有一个做小动作了 哦,那么除了 妈妈,老师 会祝福哦,还有谁会祝福呢 还有谁会祝福你们呢 你的长辈 除了老师,妈妈 还有谁会祝福你啊 爸爸好 爸爸祝福 买手机的时候 看电视的时候不要离太近 嗯,非常的棒 好,很 跟别人不一样,是不是啊 好,爸爸祝福 买手机的时候 不要离手机太近 看电视的时候也不要离电视屏幕 太近 好,我帮你 爸爸祝福我要完成作念 才能出去玩 嗯,好,坐下了美好的棒 对了,爸爸祝福要完成作念才能出去呗 不写完作念能不能出去呗 妈 对了,那么奶奶就是也会祝福 是不是啊 奶奶就是做什么呀 要花衣服 对了,奶奶啊 非常不祝福 非常关心我们 天气凉了 祝福我们要 花衣服 对了,好 长辈的句句祝福啊 都保盘了 对我们晚辈的关心和爱 那么 那么 谁愿意充当一下太阳公公 来祝福一下 这些小种子呢 好,谁来 充当一下太阳公公 来祝福一下这些小种子 好,我帮你 太阳公公看见了 亲切的祖宗他们 孩子们 记住 年龙在表面上 金光闪闪的地方 那是沙漠 也不要被 银花竹竹所遇过 那是无法 只有黑油油的泥土 还是你的生根表面的地方 嗯,我倾服了这位 太阳公公的关心 对小种子的关心 还有哪位太阳公公的 愿意来试一试 还有谁来试试 好,留住吧 太阳公公看见了 亲切的祖宗他们 孩子们记住 也落在表面上 金光闪闪闪的地方 那是沙漠 也不要被银花竹所遇过 那是火锅 只有黑油油的泥土 但是你们收银河流的地方 嗯,这位太阳公公 非常的远重心肠 哦,如果是你能吃的 稍微大一点就更好了 还有谁愿意当太阳公公 黄绝青 嗯,充满对小种子们的关心与爱护 我们一起来嘱咐一下小种子 充满一下太阳哥们好不好 太阳公公看见了 太阳公公看见了亲切的嘱咐他们 孩子们记住 跌落在表面上激光闪闪的地方 那是大陆 别不要被荫花咄咄缩迷惑 那是无惑 只有黑油油的女主 才是你们生分掌业的地方 嗯,做得非常的棒 好,听你们读得这么好啊 老师也想试一试 愿意跌老师这个机会吗 愿意 亲好 小小子们亲好了啊 太阳公公公看见了亲切的嘱咐他们 孩子们,孩子们记住 我给你评价 你也来评价一下老师好不好 我告诉你 挺得很好 而且很顺畅 很顺畅 嗯,好 非常亲切 非常的亲切 好,谢谢你 好,留言 停顿的地方 停顿的地方 停顿的特别好 注意停顿的地方 好,那你听得很仔细 你来说 有感情 哦,非常的油 那行 好,谢谢所有们对我的评价 好,那小小子们 太阳公公的祖父你们都记住了吗 有啊 有一位小小小子啊 压上 有一位小小小子啊 他就 没有认真听讲 他走神了 没有听见太阳公公的祖父 现在老师就是那位小小小子 我要找一位小伙伴来告诉我 刚刚太阳公公都给我们说了什么呢 好 这位亲爱的伙伴 刚刚我走神了 没听到太阳公公跟我说的话 你能跟我说一遍吗 太阳公公怎么说的 还能闭起 别过在表面上 一通上下的小小子 那些小伙伴 也不要喝一口 一通上的小伙伴 那些小伙伴 也有非优优的名字 才是有一个小小子的字吗 嗯,好的 谢谢你 我听到了 下一次啊 我收课啊 这一部走神了 走神了 我就听到我说 我先讲课了是不是啊 嗯 好 那么 听到太阳公公的话 小种子们是怎么回答的呢 好 谁在读 小种子们的话 谁在读 刘贵明 小的 小的 为什么 你为什么觉得他小的呀 我听到了呀 我听到了呀 为什么要大声在这儿 好 来 你来说 因为前面有大声有大声说到 你真会说 来 老师 握个手 好 前面有一个什么 大声大道 对了 牛猫还注意看前面的提示 小凤子们是大声的大道 所以他们话声音应该怎么样 大声 大声一些 响亮一些 刘卫明 你能大声的再说一遍吗 好 你再一遍 放心吧 太阳公公 我们一定到你土中去收拾 可以了吗 可以 可以 能再大声一点吗 放心吧 太阳公公 我们一定到你土中去收拾 好 坐下 对了 那么有这一句话 妹妹你读懂什么 你觉得这些小凤子怎么样 这些小凤子怎么样 下一班 这些小凤子很轻化 哦 很轻化 那从哪些词语你看不来这些小凤子轻化 从哪些词语吗 你说 放心吧 放心吧 还有吗 好 谁给土中 你的弟弟 哦 其病 对了 还有吗 我告诉你 大声 大声 哦 还有没有 同学呢 光做一个蚊子 看看这里面有几个感叹号 感叹号 有时候也能表达出人的一种什么样 心情 心情 一种语气 是不是啊 这些小凤子不光轻化 而且说话的语气 非常地 好 既然对语 是不是啊 嗯 好 谁来充当一下轻化的小凤子 来充当一下轻化 好 好 华雅 放心吧 太阳大哥 我们一定到你土中去身上 嗯 好 坐下 嗯 老师 太阳哥哥放心了 好 拜 小家伙子 大声咋咋 放心吧 太阳哥哥 我们一定到你土中去身上 嗯 能放慢一点速度就更好了 来兵 直接放心吧 放心吧 放心吧 太阳哥哥 我们一定到你土中去身上 嗯 好 坐下 这点好多了 还谁 愿意做听话的小凤子 留言 小家伙子大声咋的 放心大太阳哥哥 我们一定到你土中去身上 嗯 好 坐下 我们一起来做一座 放这个听话的小凤子好吗 好 我来读 提示于你们 读小凤子的话 小霜默散 大声答道 放心吧 太阳哥哥 我们一定到你土中去生长 这是一起轻化的小凤子 可是 有两个小凤子 就 不这么想 它们是怎么想的呢 请 朋友们摆听书 看课文的第三自然段 读一读 就把一颗小凤子的想法 用光线画出来 另一颗小凤子的想法 用横线画出来 好 开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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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读这句话,就读第一句话 好,坐下 来,谁再来一下,要一听? 黑黑的这个,有什么意思? 读出了你的讨厌,嫌弃 好,我告诉你 这黑黑的泥巴有什么意思? 哦,很好 来,听话想 这黑黑的泥巴有什么意思? 哦,多么的瞧不起这黑黑的泥巴呀 我们一起来一听,好不好? 好,这黑黑的泥巴 这黑黑的泥巴有什么意思? 充满了嫌弃,嚼不气 那么,同学们,从金光闪闪这个词 你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 我们要请你做的最棒 金光闪闪这个词 你仿佛看到了一样什么东西 你说,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大沙漠 一个大沙漠 哦,那你仿佛看到了什么? 什么会发出? 发生说,金子 哦,你仿佛看到了金子 金子才会发出金光,是不是? 哦,原来这个小种子呀 是把这个黄黄的沙漠看成了金子 他觉得满眼都是金子 其实这是满眼都是什么呀? 那是沙子 哦,原来这个小种子啊 正在做着黄金棒 难怪他说 那一定有数不尽的 宝贝 到那去,我者会变成 百万物 哦,原来是这样 想到这儿啊 他觉得自己满眼都是黄金 想到这里他的心情一定非常可憐 高兴 所以读这句的诗书要有什么样的诗书啊? 高兴 高兴 来,女生来试试好不好 好,来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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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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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金光闲闲的地方一定有数不尽的宝贝 到那去,我者会变成百万物 听着你们的高兴 男生也不要试试 男生呢,试试 好,我看看呢,后面里上的真音还好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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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金光闲闲的地方一定有数不尽的宝贝 到那儿去 我就会变成百万富翁 我们女生更显得高兴 那么这颗小种子被金黄的沙漠 金光沙 闪闪的沙漠迷惑了 而另一颗小种子却被荧花朵朵的湖泊给吸引去了 我们来看 这就是湖光灵灵的湖泊 你看一下 如果到这儿 如果是你 你最想到湖泊里干什么 如果是你 你最想到湖泊里干什么 你说 玩耍 你 胖快的游泳 哦 胖快的游泳 你 牛姊 跟小鱼比赛 哦 跟小鱼比赛游泳 你 快活的在水里玩耍 哦 快活的在水里玩耍 告诉你们 这颗小种子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越想越觉得 怎么样 他越想心里越觉得 快快快快快 这里面有一个 对啦 他越想心里越 可以 那么读他跟爸爸的信号要用什么样的语气 可以 得意 得意的语气 实在试试 好 读一般 你 小鲲蚢 小鲲蚢 有一个读 直接读他的话就可以 嗯 好 读得很流利 但是你倒是没记住得意了 有已经 哦 多不得意的小种子呀 好 谁想给它还得意一些 谁想给它还得意一些 谁想给它还得意 好 我告诉你 这孤光云林的狐猿一定能给我带来关注 嗯 也很得意 好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另一个小种子吧 好吗 好 我来个提示里啊 另一个小种子落在狐猝里 他主动意的说 这孤光云林的狐猿一定能给我带来欢乐 多么得意的小种子呀 这两个小种子 一个坐着黄金的 一个 哦 想在荧花朵朵的狐猝里自由地玩耍 哦 它们只看到了沙漠金光闪闪的代表 和狐猝金光朵朵的样子 所以啊 一个 飞向了狐猝 一个 飞向了沙漠 同学们 如果你是太阳公公 看到了这两颗飞向狐猝和沙漠的小种子 你会怎样劝道它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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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正在港那边飞 你会说啥 你会让它们怎么样 什么想 小种子 快回来 那里太危险了 哦 小种子快回来那里太危险了 为什么呀 因为那里 如果落到了沙漠里 就会没有水 没有养分 又被被 该死 如果你落到湖锅里 就没有 就 哎 就再多水 会把你淹死 哦 那我应该去哪里呢 你应该去 黑幽幽的泥土里 里面又有养分 又有水 可以让你搁搁搁搁搁搁搁 哦 好 坐下 这位太阳公公欠搁的事 不知道这小种子能不能听他的话 好 太阳公公还会怎么欠搁 哦 对呀 小种子快回来了 我 我 我就先跟你们说过呀 呃 请 不要到 你们家不要被沙漠和 和胡说 这 这美丽的外疗所 呃 这 这种外疗所的媒活 呃 比如说你发现了它们最丑 这种外疗的里面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哎呀 说的太棒了 说的太走心了 好 掌声送来 你好 我 从你们发露的眼睛和微笑的表情 看出来啊 每个小朋友都想出帮黑幽幽幽来 劝告这两个小种子 下面我是给你们的机会 拿出笔来 在自己的本子上 把想劝告小种子的话写下来 等会儿都给大家听 好不好啊 好 开始吧 一起顶着 谢谢大家 go 好 感谢观看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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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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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2 3 2 4 5 6 6 7 7 8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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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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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9 好,防止防御已经填好了 好,已经油多半分煮好了 先 先好同学 再向您图一图 轻轻的图上 好 好 请图员们 慢下去 好 还有 特别没写 来的图写 不要再写了 好 我们大部分的图写 都已经写好了 好 谁愿意 充当一下 太阳风光 来劝照一下 这两个飞翔 湖泊 和沙漠的小种子呢 好 李嘉人 你先来 小种子 快回来 沙漠里的 我太过 强烈 你会干死的 如果还有你 如果 你都是水 如果掉下去 就再也出不来了 里面没有 没有空气 你会被淹死的 说的很 严重心肠 好 坐下很好 来 我帮你 小种子 不要啊 我不是 把飞翔的拿起来收 我不是 总说过了吗 不要 他们两个 总不说 你站在那里 一定会后悔 嗯 好 坐下 抬起来 你来说一说 好 来 放这会儿 嘿 小种子 快回来 你们别再往那些 危险的地方飞了 如果你们 再往那些 再往那里去 会后悔的 你们别看 那个精光伤症的地方 那里是沙漠 你们会 没有水分 给干什么 你别带我妈 平方走走 那我不过去了 他们 对 他根本就不会给你带来飞翁 只会给你带来后面 好啊 哦 这个太阳风 我说的太在理了 哦 我看下面的小种子 有没有人能亲啊 好 哎 有两个人亲的 最认真的 好 请坐 还是愿意来 趁高一下 姚雨晴 小婷 请签那些样 就是 美丽的外面 天下 你再去沙漠 让你没有水分 再去补工 反正你水又太空 你也活不了活 所以 只有非柔柔的 能力 而是你 生存小孩的地方 嗯 好 坐下 那么 太阳公公们的劝告 都非常的有道理 这两个小种子 有没有听太阳公公的劝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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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自以为是的小种子呀 义无反顾地飞向了沙漠和红花 结果 落在山沫里的蜈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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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蜈蚣得死了 大吉祥埋坡,把大力更严重,更加劣力 看来太阳风波的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可惜这两个小骨子没有听从太阳风波的劝报 所以才过到了今天的下场 好,下面同学们,老师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是那个生命垂危的小种子 也就是你的生命已经到了什么? 已经死了 哎,镜头了,你临死就起来了,是不是啊? 说白的就是临死了 那你想说什么? 在他生命垂危的时候,想说些什么? 好,你来说 我早知道就听太阳风波的劝了 哦,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我已经,现在已经,后悔扶过来了 哦,后悔已经,来人同时了 这真是不清老百人言 实惠大眼前 好,武康林,你是那个生命垂危的小种子 你有必须想些什么? 嗯,我真后悔啊 老师就,就听太阳风波的劝 哦,也是 要不让你还不会碰到这个地理 哦,也是后悔,是不是啊? 好,你来说一说,你的想法 如果当天我听太阳风波的话的话 就不会,就不会有经验到下场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次机会,听太阳风波的话 追到女子公司生长 嗯,一个,哎,充满了无奈,是不是啊? 充满了后悔 但是后悔已经有多用了 没有 要没有用了,已经没有回天之处了,是不是啊? 好,所以说,我们平时啊,在做决定的时候 在看一件事物的时候 一定不能光看他们的表面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 做一个脚踏实力的人 千万不能像那两个自以为是的小种子那样 好,那么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好,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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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